我有个朋友很会说故事 他如果跟别人聊天 聊了十分钟 然后过来问他 你跟人家聊了什么 他转述 他给转述二十分钟 甚至三十分钟 表示他是创作者 他适合写小说 问题是他讲话都不直说 都要绕弯子 举个例子来讲 有一天我跟他约 到我这来见面 我就说你吃早饭了没有 他就说你要知道 我从来都是起得很晚的 那么今天因为跟你约 我就上闹钟 我要几点钟起 结果那个时候闹钟响了 我实在起不来 我按下去了 等到我真起来的时候 就已经迟了 我急死了 心脏病都要发了 然后匆匆忙忙穿了衣服 扣子都没有扣好 就往外冲 差点在台阶上又摔一跤 然后又赶车 车子又离这个那个 然后说我到了 我没吃早饭 他为什么不直接答 我没有吃早饭 那么我说 我这已经给你准备了 给你吃吧 结果他到了一个大圈子来讲 我们人说话 有的时候你可以说故事 唯唯道来让人家专心听 就是为了听后面的结局 但是有的时候能够直接答 就直接答吧 不要太啰嗦 谢谢大家